云深不知处,蓝起横点着蓝西辰的脑门,他救了你一命,你就这么信他,不信旺姬了。 那旺姬还是你从小带大的亲弟弟呢? 你竟然还把通行御令交给一个外人,你脑子是坏掉了吧? 连你亲弟弟都没有那么大权力的通行御令,你竟然绕过这儿给外人? 那位公子还救了你弟弟呢? 救了蓝氏弟子呢? 合着整个蓝氏救你值钱呗? 他今世和魏公子之间的事关你屁事,你为什么跑过去占卫? 害死那么多蓝氏弟子,怪人家魏公子吗? 不夜天还怪人魏公子大开杀戒,废话,就许你们杀人,不许人家还手吗? 死了也活该,因为你的信任,间接害死明爵,来来来,我问你, 你要如何面对明爵,面对你聂伯父,蓝启恒现在一点宗主的样子都没了,多年的修养都抛之脑后了,现在完全就像被熊孩子气着的家长,不仅头顶冒火,浑身都在冒火,以前没法说,现在都有前世记忆了,那憋在胸中的怒火一股脑全喷出来了。 那金子勋算个什么东西啊?他逼你喝酒你就喝,你还记不记得你是蓝氏宗主啊? 怎么?和他金光善的儿子结拜了,你就真当他金光善是你爹了? 他逼你弟弟喝酒,你怎么话都不说? 整个修真界都知道蓝氏禁酒,他还明目张胆地逼你兄弟俩喝酒,为什么你不知道吗? 魏无羡刚帮你弟弟挡了酒,后脚你就说人家心性大变。 你这二十多年的教养都学到狗肚子里吗? 忘恩负义也没这么快的。 兄长,蓝启仁正想说什么? 怎么,又要说规矩礼仪吗? 二十多年了,你除了家规还是家规,他金光善都骑上姑苏兰氏宗主的头顶了,还端着君子礼仪有个屁用,你用家规交出一批批人母狗样的伪君子,你觉得自己挺光荣吗? 乱葬岗围剿,那么多老弱妇孺在你们面前被杀,你们为何不阻止,拦起人拦西尘,那一条条无辜人命在你们面前被杀你们就无动于衷吗? 你们是,人吗? 看着乱葬岗的一切都知道,这儿说的是真的,你们可有对这儿有悔。 拦起人,你是把对这儿他娘的怨气都撒在这儿身上了吧,你当时是不是想打死他? 拦西尘,你可有想过,若是这儿没有撑过去,你要如何面对你娘亲? 这两句问出来,拦起人和拦西尘一个,猎切倒退一步。 从此拦世不再听学,你们俩个拖去家福,摘去抹额引去姓名,出去游历。 拦世从此刻起,只要接了金丹,全部摘去抹额,引姓埋名出去游历一年。 自己的孩子都交不好,有何资格去教导别人家的孩子? 交出一堆表面上人母狗样,内心却肮脏不堪的人出去祸害百姓。 蓝氏老祖宗,估计会气地跳出来,灭了我们拦起人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地成了调色盘,却也无力反驳。 宗主,聂宗主带着聂少宗主聂二公子来了,拦起横起身,与兰西尘一起把人迎进来。 灭伯父,灭大哥,对不起,前世西尘识人不清,间接害死大哥。 蓝西尘躬身行礼说完就要下跪赔罪。 灭明爵一把拉住他西尘,前世不紧你,我也是,所有人都被他骗了。 我们想拉他走正路,可惜他骨子里就坏了,拉不回来了。 我当时挡了他的路,没有乱破钞也会是别的。 不错,西尘啊,前世我与你父亲走得早,你们年少就扛起整个家族。 金光善这个臭不要脸的又是个老狐狸,你们被他蒙骗很正常,今生大家都好好的。 前世当作一个教训牢牢记在心里。 不过蓝老弟,你觉不觉得前世一切怎么看都像一个阴谋? 不错,我也这么觉得,魏公子那里就不必说了,结果我们都知道了,就温若寒那个性子要杀你,要称霸修真戒,怎么看怎么不对。 前世最后是金光善得力,会不会是他引导的这一切? 今生,金光善不知为何结仇,连同附属家族开启大战,最后是魏姑娘的无忧山庄震慑了这一切。 蓝启衡有个猜测,金光结仇会不会与无忧有关? 不错,正是无忧山庄的出现。 老温急着闭关,没有与我打架,我的刀没事,我也没有死。 而魏公子来听学奉上子之,救了我。 送给这儿定位符,救了画,避免他与金光瑶见面。 魏姑娘看似一切游离在外,却又世事有她的身影。 他一直知晓前世之事,让我们兄弟两个,尽量免于早亡,估计是看在战儿和怀桑前世,为魏公子洗刷冤屈的份上。 却又不完全插手,估计是因为魏公子心中有怨吧。 蓝溪尘听着两人的对话,心中苦涩不已。 自己弟弟救了那么多人,最后无人感恩不说。 还被围剿死无全尸。 割谁身上,谁能无怨? 聂正风叹了口气说,蓝望鸡与聂怀桑都没有说话。 宗主,各家宗主都到山门口了,说要求见宗主一名蓝氏弟子进来禀报。 蓝老弟,他们找你做神。 蓝青横冷笑一声,估计是怕为姑娘、姐弟报复,来找我想办法求庇护吧。 一群小人让他们进来吧。 弟子闻声离去,各家宗主呼啦呼啦涌进屋里, 一看聂正风煮着大刀坐在上座,聂明觉背着大刀站在一旁,一个个都不敢迈步了,不自觉地摸了摸后脖子,怎么感觉凉凉的。 诸位宗主请坐,不知来此寻蓝谋有何贵干? 众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,谁都不知道怎么说。 一时间屋里静悄悄的,蓝望鸡聂怀桑看着这一幕心里偷着乐。 问你们呢?干什么来了?都哑巴啦。 聂正风一拍桌子吼了一嗓子。 众人吓了一跳,一个宗主鼓起勇气蓝宗主, 我等来是因为这个,前世的事,这个魏公子,还有魏姑娘,这个,可,就是,那什么,聂正风听他之吾,半天没说个所以然出来闭嘴,出来个会说话的嗨,这个,蓝宗主聂宗主,前世的事我们都想起来了,前世确实是我等对不起魏公子,可是罪魁祸首都死了。 今生,我们也什么都没干,我们是怕魏姑娘因为前世的事,报复我们大家,所以来找您二位拿个主意,看看我们如何防备防备。 防备什么?防备无忧姑娘去宰了你们吗? 我告诉你们,你们就是躲到老鼠洞里,无忧姑娘想要你们的命,都轻而易举,还防备个屁。 聂正风一脸鄙视瞅着众人,他可是亲眼看到无忧姑娘悄无声息出现在眼前,没动手就把那个老魔鬼从帐顶拽了下来,就这几个歪瓜裂枣还想防备。 做梦去吧,梦里啥都有,可是前世今生作为罪魁祸首的金光善父子都死了,难不成他还要连坐吗? 何况今生我们什么也都没有做啊?连坐? 咋的,你还觉得自己无辜啊?前世你们都是逼死未凶的罪魁祸首。 聂怀桑摇着扇子一脸的鄙视,聂二公子,这可冤枉我等了,我们也是受人蒙蔽啊。 拉倒吧,别给自个儿脸上贴金了,你们都是八步的逼死未凶,好从他那里得到点东西。 那魏无羡还羞怨气呢?那可是邪魔外道。 哦,那你当着魏兄的面去说吧。 前世魏兄任你们欺负,今生你欺负一个世事。 别说你一个家族,九族魏姐姐都给你巴拉出来拍碎了。 众人都不敢说话了。 蓝宗主聂宗主给大家伙指条路吧,毕竟他们也不知道无忧什么时候来找他们。 那正好,我和聂大哥备好后礼去拜谢魏姑娘,向魏公子致歉。 你们一起吧。 蓝启恒说道,什么? 备礼拜谢? 还要道歉? 做错了不道歉,还想让人原谅? 你咋想得那么美呢? 聂怀桑一脸鄙视地说,可,这个道歉可以,可是背后礼,我们囊中羞涩。 呵呵,那个,今生可没有前世瓜分温室的财宝,那都是自己多年来的家底。 滚,爱去不去,等着无忧姑娘上门灭你们全家吧。 聂正风只感觉火冒三丈,一点也不想理这群混蛋了,最好让无忧一掌都拍死得了。 战场上胆小怕死,要不是人为公子和为姑娘相助,早就一个个被摩修熙成人干了。 忘恩负义的混蛋。 管他们去死,诸位不愿意,请回吧。 蓝某和聂大哥还有事相伤。 不送了。 这儿,送客。 蓝启恒也是无语至极。 不耐烦管他们了。 蓝启人感觉三观尽悔,一脸挫败。 蓝忘机抽出避陈诸位,请。 那意思显而易见,赶紧走,不然避陈伺候。 众人又看向聂正风,看老子干啥。 明爵,一块送他们。 聂明爵抽出霸下,双眼一瞪,众人吓得扭头就跑。 就怕跑慢了聂明爵的大刀,冲他们砍下来了。 前来禀报的弟子被呼啦呼啦一群人挤得摔到路边草丛里了, 爬起来整个人都是猛的。 呼得想起自己要做的事,急急忙忙去禀报宗主, 温宗主邪温少宗主来了心里还纳闷呢? 今天这怎么全都来了?